我们上午说到的是这个关于这个变量作用域是吧 变量作用域里面有个问题我们上午留下来 就是说我定义全局变量是吧 全局变量是不是容易什么呢 我在其他地方如果定义一个同样的变量的话怎么样 是不是容易覆盖掉啊 覆盖啊是吧 而且全局变量怎么在其他地方改的时候怎么样 其他一个地方改到其他地方全变了是吧 这个用这个变量是不是有点危险的是吧 有点危险啊 一旦碰到一个同名的 或者是覆盖了或者是改了是这样的 好那么的话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解决是吧 那么我们平时如果做我们 我自己写上程序是吧 自己写上程序之后 我自己定义一个变量或者定义一个函数是吧 如果是其他的什么函数或者变量里面什么呢 其他的这个GS文件里面有类似的或相同的是吧 是不是会覆盖掉啊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可以用什么方法啊 好那么用什么方法呢 就可以用这个下面这个说的就是这个什么呢 封闭函数啊 用封闭函数的形式怎么样呢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封闭函数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加斯克里面的这个立名函数另外一种写法是吧 那么的话它是创建一个什么呢 一开始就执行的不用命名的函数是吧 好来看一下封闭函数先是如何创建的啊 封闭函数啊 好这个还是把函数进行一个变化是吧 我们前面把函数变成匿名函数了是吧 现在匿名函数还可以变啊 还可以变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匿名 封闭函数啊 封闭函数 好封闭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变形的啊 先定义一个函数是吧 比如说function啊 我定义一个函数是吧 比如说my alert是吧 my alert 好这个函数干嘛呢 假如说这是要弹出一个什么呢 alert一个什么呢 hello word是吧 alert一个什么呢 hello word hello hello w lb 好这个函数是干 呃做这个事情呢 是吧 那么的话 我现在要调用它是吧 调用它怎么调用呢 那么就是my alert 是调用它是吧 my alert 好调用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函数就是弹出这个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那么这两句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合并一下 是吧 我们前面是什么呢 把 我们前面是什么 这个函数如果跟一个什么 世界属性绑定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是这个 它跟一个世界函数绑定的话 我们把定义的过程直接给到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是什么 合并成匿名函数 是吧 如果说它本身这个函数 它不绑定什么东西 它不给什么世界手心绑定 是吧 那么这两个 这两句我是不是也可以合并一下呢 是吧 合并成什么呢 那你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过程啊 好 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的 这个 是不是和它是一样的 是吧 是不是和它是一样的 好 好 我把这个放到这里来 可不可以啊 好 这么放啊 好 我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啊 好 这样子是吧 好 那么我把这个剪切一下啊 这个剪切一下放到这里来 看到没有 这么写是吧 这么写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 那么还是怪怪的 是吧 这个还是定义后面 直接跟个小号号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怎么办呢 拿过来之后怎么样 把它扩起来啊 把它扩起来 这个前面是不是一个定义啊 是吧 定义之后 是不是更是跟这个名称关联呢 我直接写到这里来 是吧 用括号扩起来啊 然后再写个小括号 是不是执行的 小括号是不是直接执行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名称是不需要的 是吧 这个名称是不需要的啊 这个名称不需要的 好 那么这么写就是什么呢 就是封闭函数啊 就是封闭函数 这就是封闭函数啊 看一下啊 好 这个召喚成封闭函数的写 转换成封闭函数的写法 封闭函数的写法啊 好 这个写法的话 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啊 前面我们用到了一个函数 这个那个rem布局的时候 是不是用到了一个 set root的一个gs啊 好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啊 把那个函数打开来 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就是应该是第 第九天是吧 第九天有个rem里面有个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set root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面是不是 看一下是不是这种写法 看到没有 是不是跟我这种写法一样的啊 是吧 是不是这种写法啊 这很奇怪 大家第一次看到的 是吧 这就是一个封闭函数啊 封闭函数啊 好 那么先看到这里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封闭函数 我们来执行一下 是吧 来运行一下啊 运行之后 它实际上是合并成一句了 是不是直接弹出一个Hello World啊 Hello World啊 是吧 Hello World啊 好 弹出一个Hello World 那么 你这么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你直接把这个Alert 直接写到外面不行吗 也是弹出Hello World啊 那么你这样写是为什么呢 是吧 这么写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放在一个什么 函数里面呢 是吧 放在函数里面之后 这里面什么 这只是一句吧 如果我在里面定义什么呢 定义这个变量或者函数 是吧 那么它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执行呢 执行的时候怎么样 这是一个函数空间吧 它里面的变量和函数 外面是不是改变不了啊 也访问不了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实际就是封闭函数它的作用啊 封闭函数的作用啊 封闭函数作用是为什么呢 就创建一个什么呢 独立的这个什么空间 然后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样 可以定义我自己的变量和函数 我定义的变量函数怎么样 不会影响到外界啊 不会影响到外界啊 外界也调用不了 我这里面的变量和函数啊 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一个什么呢 这个这种防止命名冲突的这种效果啊 好 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合并的过程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来用封闭函数写点东西啊 好 假如说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来定义 比如说 我来定一个Ilan01是吧 Ilan01啊 Ilan01啊 好 这个时候假如就等于一个12吧 是吧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是吧 好 我外面再定一个方个选是吧 方个选 比如说是这个 呃 我先定义一个Ilan01啊 就等于一个12是吧 再定义一个function是吧 那么它这里面组了一个例子 应该是这么一个例子 myalert是吧 好 比如说是myalert alert02吧 好 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还是hello world吧 hello world 好 好 这两个是吧 那么这个变量就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是全局变量吧 是吧 全局变量 这个变量就相当于是全局变量 它是函数外面定义的是吧 在函数外面定义的 然后这个函数的话 也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全局可调用的一个函数名呢 这个名称也是全局可调用的吧 实际上函数的话也可以叫做 也类似于变量吧 它只不说可以做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名称我是不是其他地方也可以调用啊 我在函数签套里面可以调用它吧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调用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两个的话 如果说我什么呢 我定义了这个变量和函数 如果说我在页面上 再引了一个gs进来的 假如说我在页面上 引了一个square进来的 是吧 比如说外面有一个src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gs里面的什么 什么什么点gs 比如说main点gs是吧 假如这样一个gs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 如果也定义了这个变量和定义了这个函数 我是不是把它覆盖了 我在这里是不是把它覆盖了 覆盖了 覆盖了是不是有问题了 那么实际上这种什么呢 这种写法的话 在真实的项目中也出现过问题啊 就是我们 我以前经历过的项目里面 就是有新来的同事啊 做了一个项目 他就写了一个弹框的这个什么呢 程序啊 写了一个弹框的程序 然后这个程序的话 那么也上线了 上线完之后就发生一个事故 就是这个弹框程序就导致了 我们那个网站里面 有个弹框不法弹出来 那个弹框是干嘛呢 就是用户投资的一个弹框 结果用户想点投资以后弹不出来了 被那个弹框给覆盖了 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故啊 很大事故就当天就半天时间 花了半天时间解决了吧 那么这半天的话 用户无法投资啊 无法投资 然后这个处理意见是把什么呢 把技术总监 然后这个技术总监是吧 技术总监要处理 技术总监没把关 把测试 再加这个程序员啊 三个人同时什么 就罚款了 罚款啊 就是同时通报批评了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啊 是吧 测试的话 测试测了 这个弹框 没测那个弹框 没测那个投资的弹框 没有没有 就测试肯定要 要当责任的啊 所以测试实际上压力很大的 是吧 你增加一个新功能的时候 要把这个功能测一下 把原来的功能也得测一下 最好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那么它就是怎么写的呢 它就是这样的定义的一个函数 是吧 在全局的地方定义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怎么样呢 把那个函数给覆盖了 把原来那个函数给覆盖掉了 导致原来那个什么呢 弹框弹不出来 好 那么如果说 它用这种方式做的话 怎么样 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做啊 比如说 那么我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怎么 放在一个封闭函数里面 看一下可不可以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家里拿一个封闭函数啊 好 我拿一个封闭函数 比如说是封闭函数 可以那么把它 放在一个封闭函数 先是两个扣号吧 封闭函数是两个扣号啊 两个扣号之后 然后这个里面拿个function啊 那么写的快点 就可以这么写 是吧 这么写 这是一个封闭函数啊 好 这个封闭函数啊 好 这个封闭函数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啊 我也定义一个 这个里面挖一个什么呢 I-LAM01是吧 好 我这个时候等于这个24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也24啊 这个是等于12啊 是吧 好 我在这里面再定义一个什么呢 再定义一个啊 function 我也定义一个 类似同样的函数 比如也是myalert02 是吧 myalert02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拿一个alert是吧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hello是吧 啊 hello hello 是吧 不一样的是吧 这两个是不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好 那么这两个的话怎么样呢 我这个时候怎么 看一下啊 好 我在这里面先调用一下 是吧 我先 这个定义完之后 假设我先调用这两个 是吧 好 我谈一个alert01啊 alert这个什么呢 i-line01 是吧 谈一个这个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我再谈一个 再调用一下 这个函数特别一样 调用一下它 是吧 比如说myalert02 是吧 调用它 好 这样大家就看一下 那么这个弹出来是什么 是吧 弹出来是什么啊 假设我先把这个 先住掉啊 先住掉 好 看一下啊 好 这个弹出来是不是12啊 是吧 弹出12啊 然后弹出是什么呢 是hello world吧 是吧 那么这个怎么样 这两个是 是执行的这个吧 这个是12吧 这是hello world吧 是吧 好 那么我这里面 是不是完全跟它一样啊 这两个是不是完全跟它一样啊 是不是没有影响它 没有影响它啊 如果说我直接这么写 肯定是会什么呢 看一下啊 如果我直接这么写 肯定是有问题的 是吧 直接这么写啊 直接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覆盖掉了 看一下 覆盖掉了啊 好 这个时候再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是24吧 是吧 弹出hello hello 是不是覆盖掉了 好 那就是你的弹框 影响到投资者弹框 是吧 知道 那么别人的那个功能就没了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 用封闭函数怎么 把它包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 就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好 封闭函数包起来就没问题 这个就没问题了 是吧 好 那么你说我定义完之后 我想我想运行我的这个 是吧 那你怎么样 在里面运行就完了吧 比如说你想弹出你的这个 你这个alert 是吧 你弹出这个iLan01 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好 那么你调用一下你的这个MyAlert02 也行啦 是吧 也行啊 好 那么这个字幕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呢 执行顺序变了而已 先执行它 再执行它 但是它执行的这个东西 不会影响到它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样啊 再来看一下啊 好 再刷新一下啊 那么先弹出这个什么呢 24啊 是我那个封闭函数弹出的啊 那么在这 我封闭函数弹出的 Hello Hello 是吧 好 接下来下面两个是不会影响的 是吧 12吧 再弹出什么呢 Hello World 是不是这样的啊 他们两个只是 他们两个不会影响 是吧 名字相同 但是不会影响 只是执行顺序不一样 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谈你的谈框 谈完之后再谈出投资谈框 是不是不会影响啊 是吧 我投资谈框自己谈 然后你这个谈框你自己谈 我们两个互相不影响 虽然说怎么样 名称一样吧 是吧 名称一样 但是什么 互不影响啊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封闭函数的写法啊 封闭函数的这个好处啊 好 那么说 怎么说 就是说 如果大家后面什么呢 在这个网站上面 在后面实际开发中啊 如果说实际开发中 你也要在网站里面新加一些功能 怎么做呢 就用封闭函数这么写就行了啊 封闭函数这么写 是吧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 你可以大胆地定义自己的这个变量 以及函数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胆地定义啊 那么记得要用网来定义啊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这么定义也不好吧 这个就不叫定义了吧 这个是不是改变这个值啊 这个不行吧 记得要写网 是吧 如果你这么做是怎么 这么做是不是改变这个全局变量的值啊 啊 那么记得这么写就行了 是吧 这个相当于是你自己在封闭函数内部定义的一个变量 不会影响到这个值啊 好 你这里面自己定义的一个函数也不会影响到它 所以说怎么样 互不相干吧 啊 好 这就是封闭函数它的作用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子 大家清楚了吧 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子 就是说我嵌入一个功能 我只是实现我自己的功能 我不会影响到任何其他的功能 明白没有 我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功能 这样写是不是最安全的啊 最安全的啊 所以说大家 就是以后都在工作中开发 想增加一个功能的话 比如说这个页面上已经有很多其他的GS了 你想加一段自己的GS是吧 不会影响到其他GS 那么你就把它什么呢 用这种封闭函数的形式怎么样 把它包在这个里面就行了是吧 包在这个里面之后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啊 保证你什么呢 你的这个程序的安全啊 那么出错也是你自己这一段程序出错 不会影响到其他程序是吧 不会影响到那个什么投资谈光谈不出来 不这样的啊 这样子的啊 好 好 这是这个写法啊 这个写法啊 那么封闭函数的话怎么样呢 它实际上啊 这种写法也可以啊 实际上的话还可以怎么写呢 实际上是有些人什么呢 有些什么 有些人什么 呃 再装一点是吧 再装装的 觉得自己很牛的那种人啊 它封闭函数还不这么写啊 封闭函数还可以怎么写呢 大家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封闭函数 这个封闭函数还可以怎么写呢 啊 这么写啊 好 第二种写法 比如说这个还是那个function吧 function 然后是 呃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 这个是吧 假如还是这个函数啊 好 有些高手他喜欢怎么写的 就是 这么写啊 好 哎 好 高手这么写啊 他喜欢这里加个小括号是吧 那我们说这么写的话怎么样 就是 不行吗 得什么呀 得前面加个括号把它扣起来吧 是吧 好 那么他前面加一个感叹号 啊 这也是封闭函数啊 这是封闭函数的 第二种写法 就是 就是装装装什么 装臂是吧 装臂 很这么写啊 这么写啊 嗯 好 那么还 实际上这个东西还可以怎么写呢 还可以这么写啊 比如说还可以这么写啊 比如说我这个注料吧 啊 还可以怎么写 加感叹或者是加什么呢 加这个 加波浪线也行啊 这样写啊 这么写也行啊 这么写 是吧 我们来把它运行一下吧 假如把它注掉啊 好 这个跑一下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是不是Hello World啊 没问题吧 是吧 没问题啊 好 二十一次啊 就是后面弹出来的东西啊 好 又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啊 好 这个地方比如说 我把这个注掉啊 把这个打开啊 把这个打开的话 那么怎么做呢 啊 这样也一样啊 好 这样子啊 刷新一下 是不是啊 也一样的吧 一样的啊 好 一样的 好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加 肯定不行的啊 这个东西什么都不加 肯定会出错的啊 这么写肯定是不行的啊 好 再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肯定不行 这个是要出错的啊 好 出错 好 这个是不行的啊 这个是应该是这个 三十六是吧 三十六行啊 三十六行还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不能这么写 就是前面加个杆的话 怎么样 或者加个波浪线 是吧 啊 好 这个波浪线 好 这是关于这个封闭函数啊 封闭函数就有 有这个好处啊 接着的话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 写成封闭函数的形式啊 那么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单独一个文件 单独一个文件 写成封闭函数 那么 大家可能还会碰到这种情况啊 碰到什么情况呢 那么它会什么 有一封闭函数 会在前面加一个这个 有人会这么加啊 这么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函数最终什么 最终会什么 会压缩的啊 就是我们的前段代码 这种怎么样呢 会压缩成一行 压缩一行之后 那么为了避免 它跟前面的一行代码 什么来出错 是吧 为了怕它跟前面一行代码 连接起来啊 我们前面加个封号 没有没有 这样的话是什么呢 就做了万无一失的 就是你压缩的话 这一段也不会出错 是这样子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会看到这种代码 觉得很奇怪 是吧 前面加了一个封号 这个字会呢 为了什么呢 为了什么 防止压缩的时候出错 所以前面加个封号 好 我给写到这里来吧 在这里来啊 那么的话可以什么呢 在封闭函数啊 在封闭函数前啊 加一个封号 加一个 加一个封号啊 那么就可以避免什么呢 可以避免啊 避免啊 呃 呃 见识压缩 是 呃 出错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 还有一个写法 是吧 就是在前面加个封号啊 加个封号 好 这是关于这个封闭函数 一些东西啊 封闭函数 这些东西啊 你怎么知道 用手